今天是隔离的第六天了 每天呢我都早上起得很早 大概六点多吧 因为我担心人家做核酸早上来 我要在他来之前洗完澡 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面对人家 否则的话蓬头垢面的不礼貌 而且呢也遭人烦 那吃完早饭泡上一杯茶 我就开始工作了 连线海市大学的张教授 张教授呢也是个早起很勤奋的人 我们俩就开始啊 就教材的一些个整理工作 开始探讨开始整理 这个工作量还不小了 有时一上午呢就不知不觉就这样过去了 中午饭我一般是不吃的 就摆在那边 有时候跟晚上饭合在一起 我也找出来那个锅和碗筷了 它是可以用那个电磁炉加热的 这房间我每天都是要整理的 因为我讨厌凌乱的环境 大家看我这个房间弄得还不错吧 它就是没有拖把啊 这个地板我没有办法去清洁 总之吧我也不是个懒惰的人 可是我最讨厌一件事就是洗衣服 尤其是用手洗 哎呀这个比较烦 下午呢总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听听音乐活动活动 大家看我这个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走动走动 轻轻的走动 不要影响楼下的客人就好 总是要活动一下 有时晚上做做直播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陪我聊天了 我一点都不寂寞 国企你是这个自由船员的话 也会给你 给你这个这个无险一金的补助 它不能叫无险一金了 就是给你保险 劳保方面的补助 因为这个是法规要求的 法规要求必须要支付保险 所以呢你就它给你那个补助 你自己就去交就好了 我房间我房间冷啊 开着冷气了 因为刚才我说了 外边的湿度非常大 外边一直在下雨 这两天 所以如果你不开冷气的话呢 它这个 它这个空气湿度大 所以开冷气吧又冷 我就不可能开暖气吧 是不是 所以呢还是穿上去的 如果光穿个短袖的不行 冷 个人交不了社保 怎么交不了社保呢 个人为什么交不了社保 你去你社区就交就好了 怎么怎么 为什么交不了 有很多那 很多这个自由职业者 就不是海员啊 就是在陆地的自由职业者 人家是怎么交 饿着你 不信心